为了发展台东的空域活动 县府吸收安洁航空历史两年的时间 25号在史前碑南文化公园 由乌二台三国教练进行试跳 并且精准着陆 县府交官处表示 高空跳伞表演审查作业进入最后关头 下个月有望结合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来进行表演 期盼明年可以举办双人跳伞体验 高空跳伞的教练们从飞机里一跃而出 让在地面围观的民众纷纷发出呐喊以及惊呼声 而教练们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后 顺利在目标区进行着陆 为台东的空域活动再写下新的里程碑 为了拓展台东空域活动 台东县政府攜手安捷航空 在历经两年时间的努力之下 25日在史前北南无化公园 进行高空跳伞的验证项目 在不少民众围观之下 由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台湾的教练 从11000英尺的高空一跃而下 并顺利在目标区进行着陆 引起现场民众欢呼 台东的天空真的太美了 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 这样子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我就是很希望全台湾的人都可以尝试看看 真的 那今天是第一次的试跳 那也是可能也是台湾第一次有双人伞 就是民间有双人伞在这边跳 那很希望未来这个运动可以在台东落地生根 今天是民航局的审定过程里面的第四阶段 那我们要示范试跳 然后让民航局看到我们所有的程序呢 都是合格合法合规的 县府教官处也指出 今天是进行第四阶段的验证试跳 如果顺利通过民航局的审理之后 有望在下个月结合热气球的活动 进行跳伞表演 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台东天空的魅力 第四阶段是属于验证试跳 所以今天试跳成功之后 我们会把这整个试跳的过程 还要提报给交通部 那由交通部这边来做一个最后的审定 而本次的试跳活动 也是东部第一次由民间单位 所进行的高空跳伞活动 如果未来审核一切顺利 并通过将为台东空中观光休闲活动 带来全新的活水 也为国内的观光以及体育人才培育 再创新纪元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